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!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! 就连浓妆都遮不住赵丽颖的疲惫感,娃娃连已不见,古香美出来了! 在娱乐圈璀璨夺目的舞台上,一个备受瞩目的女星近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 她并非只是以出色的演技和令人着迷的外貌著称。 更是因为一种在岁月沉淀后的成熟和独特魅力,让人不禁为她的转变点赞。 这位女星,就是曾经被称为娃娃脸的赵丽颖。 近来,一些照片展现了她不同寻常的一面,一种经过时光洗礼后的沉稳和内敛。 尽管妆容依旧精致,但她眼中透露出的疲惫让人触动。 那深邃的眼神和微带疲惫的面容,仿佛是岁月的见证。 将曾经的娃娃脸渐渐转化为更加明显的古香美。 赵丽颖的古香美并非是青春的消逝,而是一种更为成熟和深沉的美。 这种美不再只是表面的容貌。 更是来自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内心的坚定。 她不再是那个被外界称为娃娃的小女孩。 而是一个经历过风雨洗礼的女人,一味散发着自信和稳重的女性。 从她的眼神中,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有主见、自信和深思熟虑的女性。 时间并未让她失去活力,相反,她在她的身上雕刻出了一种更为独特和引人注目的美。 这种美是经历沉淀后的成熟之美,是她自己不断追求进步和提升的结果。 赵丽颖的魅力在这个转瞬即逝的娱乐圈中逐渐得到了提升。 她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外貌出众的女性,更是一个内外艰巨的女性。 她的从容和坚定,散发着一种云淡风轻的气息,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深度和智慧。 这种自信不是一味的自大,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的真实认知和丰富人生经验的基础上。 这样的转变不仅仅局限于外貌,更体现在她内心和精神层面。 她通过不懈的努力和经验的积累,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着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的女性。 她不再满足于只是一个外貌派的女性,而是通过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,成为娱乐圈中备受尊敬的存在。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,保持自己的风格和魅力绝非易事。 赵丽颖通过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证明了她的存在价值。 向那些对她提出质疑的人展示了她的真实实力和才华。 她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凭借外貌取胜的女性,而是一个通过不断努力和自我提升,赢得了尊重和认可的女性。 总体而言,赵丽颖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娱乐圈中的成长,更是一个女性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的自我认知和进步。 她的故事不仅激励着年轻一代,也为所有奋斗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女性树立了一个榜样。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舞台上,她用自己的实力和智慧,书写着属于她自己的精彩篇章。 赵丽颖的转变是一个女性在娱乐圈中的自我探索和坚持。 她的美不仅仅是外在的辉煌,更是内在深度的体现。 那些曾经的疲惫和深沉,都是她在光鲜背后付出的努力和坚持的见证。 在这个虚荣和变幻莫测的舞台上,她用静默的坚守和坚韧的意志演绎了属于自己的一曲华美乐章。 她不仅是一个女演员,更是一个为梦想而拼搏的女性典范。 她的转变是一次自我认知和内心升华的过程,也是对娱乐圈表面光鲜的另一种深度解读。 赵丽颖,用她的实力和智慧,展现了女性在职场中的坚持与力量。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,无论外界如何评价,坚守真实,追求内在品质和独立思考,始终是最重要的。 她已然不再只是一个娱乐圈的名字,更是一种代表着勇敢与智慧的象征。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